在這文童以外 音色也很重要 六港電動會基本在是照顧 推動喜歡各位 由家正班帶著老蘇 全都六港三寮社区 跟中部來做披薩 在這讓中部親手 重手來做披薩 平常都出了的和煮味以外 也讓社区去面 比煮的感情更加密切 上邊皮暖開 在邊皮面上放最愛吃的食材 起司 火腿 煩杯 愛吃什麼就放什麼 中部隊的老蘇 來還是要怎麼做披薩 為了照顧電影的中間 六港電動會跟三寮社区配合 由家正班老蘇 來到中部DIY做披薩 希望中部還是有更多幸福 也能平常到自己身手做的和煮味 我們現在政府都有在推行 農村老年化 還有一個綠色招呼站的計劃 所以我們現在都透過說在地的一個經驗 來深入到這些老年化的農村裡面 跟這些老人做一個互動 用共識的跟課程來透過這個 來讓大家能夠領居共識 也讓農會人生根來照顧這些老人 為了讓中部可以簡單 農會特別挑這披薩DIY 如果是簡單方便 中部的事後也可以回家裡做 跟家裡的人做個分享 今天這個披薩的DIY課程 這個可以讓老人在家裡 也可以自行的一個操作 用健康的食材 健康的觀念來養生 透過這些DIY課程學習 在家裡在社區 都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理念跟共識 農會來社區辦活動 中部都很開心 社區也很感謝農會的用心 再回來照顧社區的中間 很感謝我們六天頂農會的家政班 還有我們頂員代表張宜潔 還有我們二長非常關心 我們三條社區的關懷據典 來跟我們合作 來給我們共識 有可以有些收藏的活動 來共同創作 每一個人都可以很快樂 一個人的共餐時間 對 非常感謝我們農會 很開心今天可以一起來 參加我們陸港政農會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 鄧安公三條社區的老人共識計畫 然後要先謝謝就是政府 推動的這個綠色照顧示範計畫 可以讓我們就是社區的老人家 在中午的時候 可以一起參與用手自己做 自己要吃的食物 然後可以活得健康 然後心理健康 然後吃的也健康 活得開心 疊老數會記得之後 披薩一日一日出爐 中間也探修 跟大家做會品上自己當手 做的手工披薩 新中華新武初任前六幹 蔡宏博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